大家好,我是糊涂妈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介绍一款我孩子用过的点读笔 点读笔的包装是一个大盒子 打开来以后是这样的 这个点读笔,包括这一套配套的书 是2017年的时候我的朋友送给我的 距离现在也有好几年了 虽然现在市面上的点读笔已经有了更新换代 但我想还是有价值向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基本功能 有一只快乐猫的点读笔 开启开关后,它会发出声音 开关,长时间按住这个 嗨,小朋友,我是快乐猫 我有很多本领呢 我可以讲故事,可以唱歌 你来做我的小主人好吗 逻辑认知 逻辑认知 这可以吗,可以 我可以煮熟来吃 也可以榨成玉米汁来喝哦 看看我身上的衣服,漂不漂亮啊 我是红头头的西红柿 等我长大了,我会变成紫笼子哦 嗯,我们再拿一本这个 紫笼子吧 Dash,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Bells on a bobtail ring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它里面有说还有故事哦,经典童话 比如说,邮递员的童话 邮递员的童话 邮递员科尔巴巴先生被自己的工作干厌了 这天,他闷闷不乐的坐在火楼边烤火 坐着,坐着 他就等于说会给你讲完这个故事 因为他是坐在角落里 嗯,如果你不想听了的话 就看一下 就停了 嗯,可以再看一下,还有 数学,这还有数学 十五 玩具稿 玻璃杯 这块有没有看看 拍手歌 你拍 拍手 拍手 拍手歌 你拍一 我拍一 一个小孩穿花衣 你拍二 我拍二 两个小孩 嗯 先看一下这个 哪边人多 哪边人少 比一比就知道了 嗯 嗯 嗯 差到十字 看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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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两次 哪两次就会发音 扶 扶手 扶持 抓 抓取 送给 给 水 还有就是被施的也有 挺好的 看看 夏日绝具 送 李清照 生当做人节 这个就是你点一句 他会播一句 死亦为鬼熊 夜宿山寺 我是天上的神仙 首可摘星辰 嗯 恐惊 恐惊 不敢高声语 首可摘星辰 嗯 这就是诗歌 挺好的 还有 嗯 开口说英语 这边 看着什么样的 G 和一名 迷路的Girl 这可能是绝单词的 开了十字 看一下 圆 角 角度 对 总之这书 一共有挺多本书呢 你看这一共有多少本 启蒙认知 嗯 里面那些内容 音乐儿歌什么的 这里面有五本 然后还有就这些小的 小的书 有二十本吧大概 然后关于充电呢 就是 这里面还有一个 充电线 这个充电线也挺挺方便的 就是这边就是 那个USB的一个插头 然后另外一边呢 它这块 它这块 这个地方有一个 插孔 然后你把另外一段 就是插进去 就可以充电 充电一直 刚开始没电的时候 就会闪 所以我充好电以后 就不闪了 就代表充电充好了 我的小主人 你干嘛去了 是在学习吗 不要不理我 就是你很长时间 不用这个笔 它就会有提示音 那然后你这个时候 可以继续用 或者是不用了 就把它给关掉 关掉就是用 很长时间的 按住这个按钮 小朋友 下次再来找我玩 然后再送开就行了 然后它有这个说明书 怎么使用 不说的都挺挺挺挺挺的 我看重点读笔的三个特点 第一 孩子看的是书 而不是其他一些电子产品 这样会培养孩子爱看书的习惯 第二 它比较有趣味 适合孩子模仿大人用笔写字的心理特点 第三 孩子可以通过点读笔认识汉字 还可以听华语故事 对于我来说 我定位点读笔 是一个学中文 学华语的工具 生活在北美 从小为孩子营造一个中文环境 对孩子们的中文学习很重要 点读笔 是一个很好的中文环境的组成部分 我的这套点读笔里面的书 有些内容太深奥 比如说三字经和一些诗词 其实呢不大适合三到七岁的儿童 中国本土孩子都不一定学得懂 对海外的孩子来说就更难了 大家在选择点读笔的时候 可以看看书的内容 是不是符合你的实际情况 在各个品牌中比较一下 最后我要声明的是 我对各种点读笔 品牌没有比较 我只了解我使用过的这一个产品 如果不是当年我的朋友送给我 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产品 我让孩子使用点读笔的目的 是接触中文环境 能听懂中文故事 能认识几个汉字就更好了 因此如果有朋友带着相同的目的 问我是否推荐这款点读笔 那么我是推荐的 谢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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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